我們在四川要用這個繪製功能 首先先把這個顯示的方式切到flat 這樣才不會受到光影的影響 然後我們現在呢 其實應該只要畫半台車 不過我們現在是 因為現在有一個這樣子做的一個 直接這樣畫你就要注意 你畫一筆在這裡其實在這個角落也有 那這樣一筆畫過來 事實上會重疊 就是它畫過來畫到這裡 如果你比方說你畫這個樣子畫斜的 其實是變這個樣子 反彈過來的意思 因為等於說近色過去 那等一下畫的時候要注意 確認它是editapoly的狀態 tool viewport canvas 那 筆刷的形式找一下 先決定貼圖 現在我們有的是已經存在的貼圖 所以直接按setup選擇已經存在的貼圖 然後去找貼圖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上禮拜最後 另外存了一張jpeg 因為雖然我們可以貼 那個photoshop的psd檔 可是psd檔這個功能是不接受的 所以一定要用jpeg或tip或taga 好 那這樣它就會讀到這一張貼圖 作為筆畫的工具 那我們選一下筆刷 然後顏色 顏色我直接從這邊吸取 因為比較相近色調 從這邊找一個我想要的顏色調 然後進入筆刷工具 airbrush的形態 哦這樣太大 說小一點 這個因為我們現在 錄影的範圍大小的關係 它會變 這個大小差不多 透明度 然後我要用multiplier的方式畫 好 再大一點 好 不管它 好 哇太強了 那太強的話 就啊 有沒有這邊跟著就跑出來 要離開長長度 這個multiplier的強度再低一點 然後筆刷再更大點 好 那這因為這是角落 所以我把它塗得髒髒的 線架構調出來看一下 好 那 這邊呢 就會被我塗上這樣的效果 那這邊的角落還要處理一下 嗯 那除了用這樣子的方式以外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用剛剛的那個想法 就是 找一張圖 啊 拿來當作我的 呃 印章工具拿來印 好 那比方說我用這一張好了 好 把它丟到背景去 直接丟到背景也可以用 好 直接拖到空白的地方 做為視窗背景 這樣子也可以用 Click Auto鍵加Click 那我現在就可以把 這個土的貼圖推上來 好 那看起來好像那邊還堆了一點土在那邊 其實根本沒有 欸 顯示上有點錯亂 好 刷小一點 這個東西會亂跑有點討厭 好 那轉到這個角度 再來一次 嗯 好 那 這個功能呢 在使用的時候就是 呃 你要注意 隨時要轉換投影角度 避開一些問題 好 那 呃 要換貼圖 那就直接再找 草地 好 那你把它塗一點點 變化它就會有一些 效果出來 好 稍微多一點 東圖一點 西圖一點 你的 呃 模型的 應該說整個貼圖的質感 就會比較 細微 而且比較好看 好 然後記得要隨時多換幾張圖來用 好 那如果你要做一些更細微的處理 比方說想要在上面畫東西 然後同時間進Photoshop處理 那個我們待會再來看 那現在呢 讓投影先用這個想法 那你也可以對這種 欸 像這個地方還是很乾淨 這也太乾淨了 處理一下 然後離開 轉過來 再來一次 好 那 精確度會跟你用的 我覺得這好像跟顯示卡有關係 因為 呃 我在機器上畫好像沒有落差這麼大 好 好 那像這個地方也處理一下 好 那個這裡應該比較 有手握的地方比較髒 好 就嚕一下 筆刷就給它畫一下 筆刷就給它畫一下 那你這個整個就會 當然像這種兩面一起畫 我就會把它轉到大概45度角對著我 好 因為這樣對兩邊的投影是類似一致的 好 那透過這樣的處理以後呢 呃 你的模型在各個位置上會比較均衡一點 好 那再找個顏色 好 那換成Screen的 因為我要畫這個地方 有時候有一些磨損的痕跡就是用透過 然後 Screen的疊色去加 那當然還有一個方法是利用這裡 去 就是用印章工具 印這個兩個中間 印旁邊的去疊 那這個會造 會讓它產生怎樣 就是 降低這邊的 欸 這不能用Screen了 然後回到Normal 那你貼這邊 嗯 沒個喔 我還在用這個筆刷 沒錯 好 那讓這個 轉角 看起來會比較一致 好 當然因為我現在貼圖貼的落差比較大一點 所以比較會有點差別 好 那你就可以讓 這整個用這個方式來讓整個Model 整個Model 底下的地方都比較髒 好 比較暗 反正 塗一塗 洗一下顏色 再換個筆刷 再換個筆刷 筆刷大一點點 好 我畫到投影去了 好 那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趕快Undo回來 好 OK 那這樣子呢 可以讓你用來做一些修飾 那這裡還有一點問題 待會我們用換另一個功能來修這個地方 OK 旁邊 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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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